一个人修行也是这样 靠着大家的努力 靠着你身上所有的佛性 你的因素 你学佛的基础啊 等等一切 你才能成就你的功德保善 所以很多人念了半天 学了半天 它功德没有成保善 所以我们很多人 就是要有一种慈悲的心 而且这种慈悲 修到一定的程度 要上报四重恩 要下祭三土苦 大家知道三土苦都知道了 对不对啊 那么上报四重恩 就是让我们知道 每天提醒我们要做功能 我们学佛的人都要随时随地要检查自己 你今天慈悲了吗 你上报四重恩了吗 你看看看 你们四重恩 佛的恩你们报了吗 父母师长的恩你们报了吗 国土的恩你们报了吗 众生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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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报了吗 你们生出来 一生给你们接生 就是众生恩了 很多人说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恩 你活在世界上 不可能一个人能够成长的 靠的是众生 对你的帮助 你才能成长的 你一个人就是做出成绩 也是大家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每位菩萨 每位佛 他的成功 都靠着很多很多的众生 还有护法神 龙天护法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活一天 就要感恩别人一天 都要麻烦很多人提供生命和事物 还有很多的帮助给我们 所以伯经三藏十二部都告诉我们 都在讲行愿 你一个人不行行吗 你一个人没有愿力行吗 所以六度万行啊 三十七道品啊 我曾经给法师都上过课 那些学佛的基本 都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了解三世因果 懂得六道轮回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从心理行为上 慢慢地改进自己 渐渐地你就会见地 自然就会越来越近 就是你对事物的理解 对佛法的理解 所以我们一定要证悟 才能证果 每一个人心理的行为的改变 学佛之后很多人改变了 比方说打坐啦 念经啦 放生啦 许愿啦 他只要心形改正一天 你的定力 就会随之进步一天 你只要有这个愿力 我要改变 你每一天就在改变当中了 舍尔 我真是逼你 人民币 主持人